Hello,大家好,天气一点点回暖了 但是呢,我们却特别容易伤风感冒 那是因为回升的气温 也会让细菌猛烈的滋生 那我们要增加抵抗力,防御疾病 除了运动,保暖,还要有个愉悦的心情以外 健康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春季里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大蒜 韭菜之类的蔬菜,帮助我们杀菌 今天我们就炒大蒜 加了配菜,豆干和肉丝 我们把肉丝先来处理一下 放少许盐花 料酒 拌匀鲜 那配菜放多少,肉丝放多少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 如果今天饭桌上昏菜多的话 那就少放一些肉丝 掉掉鲜就好 然后放些芡粉 给它上上姜 豆干也切成薄片 大蒜 大蒜去疼后,给它洗干净 那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越是粗的大蒜,越是要当心 洗的时候最好这边切一刀 这个地方会藏着泥巴 那切的之前用刀这样 拍两下 让它拍的松松的 这样容易入味 那如果买的是很粗的大蒜呢 你可以一破二 炒的时候那个梗也可以先下 先下几秒钟 翻炒一下 锅热放油 大蒜本身吃油 那如果油放少了 会像草一样干糊糊的 不好吃 肉先下锅 肉丝变白后 我们就把它先装盘 留剩着等一会儿煸豆干 肉干下 你可以稍微锅一点水 这样豆干会松软些 一会儿缓水开后 大蒜就可以下了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的火候 如果你的油放的又少 水分又不够多 那你的火就不能太大 否则的话 大蒜就容易焦 不管什么样的食物 做焦了以后 它的营养成分就会被破坏 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好处 煸炒到大蒜变深色了 水淋淋的了 这个时候肉丝回锅 准备再调料了 放少许盐 放少许盐 肉有浆过 所以我们就考虑 豆干 和大蒜 再放少许糖 调调先 那这个菜出锅后 我们上面还可以淋一些麻油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